好 另外呢 约旦空军说 已经击落了多架从伊朗侵犯约旦领空 要飞往以色列的无人机 但是呢 伊朗也直接对约旦开呛了 如果你支持以色列的话 那么约旦将会成为下一个攻击目标 好 首先这个问题我要问一下张将军 你怎么样看目前这个地方的情势发展 接下来以色列会暴富吗 它会展开攻击吗 我认为伊朗这一次对以色列的 不管是无人机 还有巡运飞弹 还有地对地的导弹 来看都对以色列造成震撼 因为以色列在过去的五次中东战争 都是在别的国家打 不是在以色列的境内打 因为以色列的用兵都是对外用兵 而不是在对内 而是在国境内决战 以色列不在国境内决战 因为以色列的毕竟它的领土面积太小了 总共只有两万七千多平方公里 非常的小 就台湾的三分之二 它没有腹地 它如果是被敌方攻破的话 它已经没有战略众生了 就直接就是这么大的 那么大顶点的国土 那么大的领地而已 然后这一次 这伊朗的无人机 也包括了这些飞弹 地对地导弹 竟然都到以色列的国境来了 那以色列当然它的铁琼系统 我这次又发挥了功能 但是我们可以从两个来看 第一个铁琼系统虽然成功拦截了无人机 但是这些无人机 它有机外炸弹 它要掉到地上 只是它没有命中目标 但是它的问题是 它还是在以色列的这个 这个城镇地区掉在地上 这会伤到附近的建筑 那人当然都已经隐蔽了 都已经进入这个防空设施里面 掩体里面去了 但是这些碎片会对这些的相关的建筑物 或者是它的设施造成破坏 这个这是一定的 所以这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它是只能在国境内拦截 没有办法在国境外拦截 除非是它做一个 我们讲到的这个外科手术式的 对伊朗先把它的无人机 把它的巡运飞弹导弹先都摧毁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以色列跟伊朗没有接壤 中间隔了波士湾 隔了这个伊拉克 隔了约旦 那怎么样去跨境攻击 你跨境攻击要攻击 经过这些国家 那现在的话 这个人造卫星侦查的技术 都非常的先进 你可以事先做掌握的 以色列以前的突击的行动 在那个时代 因为对空间针的系统没有那么进步 那现在已经不一样 那现在竟然到以色列这个地方国境来了 那这样以色列会造成 我认为这是伊朗对以色列的一个心理战 最起码对以色列的这些军民 会产生震撼 以前从来没有过都在境外决战 这次在这个境内的爆炸 还有这些碎片掉下来 那换句话说这个也不一样 我认为最大的是心理战 至于外面硬体的建筑物相关的设施设备 受到一些的损害 我认为这是事小 就是说战争也可能会在以色列的境内爆发 这是非常清楚 第二我们来看 这一次攻击百分之百都来自于空中 并没有地面上的行动 换句话说从这一点来看 伊朗是有限度的报复行动 如果没有无限度 它地面 你可以从黎巴嫩珍住党 从黎巴嫩过来 还有从叙利亚 叙利亚一过来经过格兰高地 格兰高地又下来了 就到以色列了 那是这样它没有 但是有人担心说 会不会接下来的下一步就是这样 下一步我认为不会 因为这个伊朗在这一方面 我看它是有克制的 要不然的话 它会大举的调兵前将 尤其是到叙利亚 第二个在选择黎巴嫩 因为一个在东北方 一个在北方 刚好这样下来 它并没有 它并没有这么大举的调 大举调动 以色列会 可能会先发制人 一看地面上那么多部队 肯克部队又出现了 那又是以色列惯用的 它直接就是先发制人 先制打击一定会这样 没有 因为伊朗不要冒这个险 因为还没有开战的时候 竟然被摧毁了 因为以色列毕竟 在黎巴嫩还有叙利亚 它是占绝对空游 几乎绝对空游 是掌握在以色列手上 而且以色列这是 我们知道它炸 这个伊朗住在叙利亚大马四格的大使馆 那就是靠逆中战机F35 丢了那枚六枚炸弹 把他炸 这些人都炸死了 是这样 那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 以色列是享有 几乎是大部分 或者甚至可以讲绝对的空拳 空游 在这状况下 那地面上 在享受那么大的空拳的状况之下 那这样伊朗就在地面上会吃亏 会变成 这个作战的效果 会大打折扣 而且会造成战损 相当严重的战损 所以伊朗它有经过估算 地面上如果要对以色列做进兵的话 不会占到便宜 不会占到便宜的 你要从两个地方 情报很容易被掌握 很容易被先巴攻击 左座摧毁 那这样得不成功 那从空中 从空中的话 对到现在为止伊朗 没有任何一个战事损失啊 无人机不要人啊 你情侣飞弹也不要人啊 这只能控制操纵 那个相关的这些参数 输进去到目标去了 地对地导弹也不要人啊 那对伊朗来看 这不是很好的事情 最重要的 伊朗里面的你看他欢腾啊 他感觉到好像给以色列做了教训 感觉到非常高兴 这边非常欢腾 反而是以色列被人低调 我认为是心理战 心理战的话 伊朗略胜一筹 那以色列只能一吞 可不可以跨境攻击 有困难 可不可以扩大战果 问题是 伊朗他没有派地面部队 你怎么扩大战果 他们更没派地面部队 在空中 那伊朗他会想到经过这一次之后 伊朗会加长到空中的武力 会以后会准备更多的无人机 更多的巡运飞弹 就是我们要贴地帽飞行的 更多的导弹 为什么 这样对伊朗来看 没有任何损失 但是对以色列所产生重大的威胁 我们不要讲战损 先讲威胁 心理的威胁会造成以色列的震撼 还有一个国际都在看 这样子 以色列以前的时候 完全战略主动 现在未必了 未必了 他只是对一个伊朗 这样子的局部的军事上的动作 却产生很大的军事上的效果 战略效果 这会不一样 整个中东的这种 我们讲军事上的群势 不是完全受以色列主导了 伊朗也慢慢站出来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 今天的国际题了 国际间 今天大家都在聚焦 就是整个中东情势 因为伊朗报复真的来了 我们先来看到在4月14号凌晨 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空袭 这个是当时伊朗 耶路撒冷防空警报大响 拦截多枚外来飞行物体 这个画面其实看来真的蛮触目惊心的 因为空中布满了橘红色的火球 而且呢 约旦的上空也出现了多架的无人机 还有飞弹 首都也出现了飞弹的碎片 好 以军方面的说法是 伊朗总共发射200枚的飞弹跟无人机 另外有一个军事基地 基础设施轻微遭到破坏 好 军方声称 他们拦截99%的无人机跟飞弹 现在已经降低国内各个级别的警报了 但是全国各级学校将会先暂时关闭两天 太阳星全校课费有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日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